2021年即将过去,梅西和斯伊罗全年表现的话题再度提起 今年夏天,两人同时转会其他俱乐部 尽管全年整体表现可圈可点,年龄的增长还是影响了两人的状态 根据德转市场最新身价排行榜,梅西身价为6000万欧元,斯伊罗身价为3500万欧元 见证梅罗十几年的竞争的球迷来说,消失的不是身价,而是我们一去不返的青春 鉴于德转市场身价评价标准,主要考虑球员年龄 所以梅西和斯伊罗的身价并不能反映两人实际价值 先说梅西的全年表现,总共出场61次,打进43球,助攻22次,创造机会142次,成功过人254次,场均评分8.13分 根据知名足球数据网站Safascore统计,在2021年出场至少1000分钟的球员中,梅西市场均评分最高的 出场至少1000分钟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梅西是球队绝对核心,出情率高,这个数据最能体现梅西给团队贡献的价值 尽管法国媒体批评梅西在巴黎的表现,联赛一球四助攻对金球先生来说不能服人 但是,梅西在巴黎给队友传出关键球机会并不少,对阵洛里昂的比赛,梅西不进球评分依旧全场第一 这只是其中一场比赛而已,梅西的作用绝不止进球那么简单,他可以给提高全队整体表现 再说C罗的全年表现,逆境之王的称号实至名归 据统计,在比赛占平或落后的情况下,C罗成为足坛帮助球队进球最多的球员 他一共在今年斩获了33例这样的进球,来万以一球之差排名第二 前五名分别是,1.C罗33球,2.来万32球,3.本泽马27球,4.姆巴佩25球,5.梅西20球 以36岁的老将来说,C罗的表现堪称惊艳,他的精神和以身作则能够鼓舞全队的士气 对于C罗和梅西而言,很难用数据和胜负来比较两人能力高低 毕竟两人的年龄不同,踢球风格不同,效力的球队和联赛不同 有一点可以肯定,从2021年开始,C罗和梅西的状态开始明显下滑 会有其他球员后来居上,结束两人统治的时代 后辈能够战胜状态下滑的梅罗,但很难超越两人的巅峰期 举个例子,梅西全年91球的数据,C罗欧冠比赛总进球数 这两个数据就很难超越 两人不可能每年都是第一名,只有后人打破一个个前人留下的记录 足坛才能一点点进步,希望下一个巨星尽快出现,创造新的记录